我们来讲一个整理数据的高级技巧 有个学员呢问了这样的问题 说这个部门后面对应了很多个人的名字 然后还有合并代言格 他想要干嘛呢 他想把它整理成这样的 就是说前面都是部门 然后后面是对应部门的名字 不要前面这种效果 那这个怎么整理呢 注意看 我们在上方找到数据学校卡 然后呢点新建查询 然后选择从文件 从公众部里边找到 点一下 那这个时候会弹出查找的一个图框 然后在电脑里面找到我们的文件 对那个表格文件点导入 导入以后呢 他会弹出一个图框 然后呢选择你需要整理的这个工作表 然后呢 鼠标直接双击 就可以进去 载入以后呢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注意看步骤 第一步 在这个主页里边 有一个将第一行用的标题 点一下 然后呢 他就会进行一个整理 对吧 然后呢第二步是什么呢 注意看啊 在这边有个转换 上方 主页旁边有个转换 然后呢往右侧看 有一个逆透视列 点一下旁边的小三角 然后选择逆透视其他列 点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这个这一流 人员这个就是没有用的 我们选择这一列 然后呢 鼠标右键 给它删除 就留下职和部门 部门这边呢 像同样是销入部的 这里面是国民单元格 它是没有对吧 注意看我们鼠标点到这一列里边 然后呢在上方看到有个填充 点一下 然后有一个向下填充 点一下 那他就会自动给它 把和平单元格的空格给填上去 接着我们回到这个主页里边 然后点关闭并上载 那这个时候呢 他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功能表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部门跟名字整理出来了 学会了吗 点个赞 我们看下填充 我看下填充 这样 我看下填充 那 我看下填充